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喽 转发 哈喽 郭君 好久不见 为什么莫名其名 您说 怎么了 不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气氛能嘎嘎就上来吗 咱们按乐转的档次 哪怕是一个一人直播的东西 这个牌面档次一定得上来 毕竟是按乐转 可以可以吧 我带一个 不重要 这样呢 这样好一点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今天 行 主要让你舒服 我们今天任务就是 宣传我们安乐传 所以谁先打个头 别紧了 没事 别急 急什么 先让朋友们欣赏一下 那个RV的美貌 不着急 咱们慌什么 你们安排 有我的每个剧 都可以 要请RV来当场景员吗 我觉得 只要有你们在 就我不需要热场了 我可以不用说话 可以可以 咱们我这边出场费 一次是800块钱 你看你那边团队能不能承受了 800块钱 双倍 Double 可以 我这活结了 朋友们 今天又结一个活 你看这活结的 我等一下 我调一下音乐 因为我得找一下我们 阿乐传的这个主题曲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明白明白 明白 不着急 兄弟兄弟 不行 不急 在这呢 首先欢迎所有好朋友们 来到我们这个 安乐传 夏日将暑聚会 那今天呢 也非常有幸 请到了我们这个 非常棒的演员 迪丽二八老师 还有我们龚俊 非常好 那也感谢两位 在这个摆忙之中 抽空来 参与我们的这场party 也希望就是 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 给大家分享一些 好玩的事 或者让大家更加的 了解我们 安乐传这部剧 然后也希望大家 多多去收看 好不好 加油啊 我们一块弄 给弄得热热闹闹的 这个安乐传 这个哪怕是一场直播 我都 咱们都给它弄成最好的 好不好 嗯 对 你这卡呀 公俊 当然就卡这奇怪的表情 你坐机啊 你是用坐机给我们连麦吗 我去用主 你知道 那我把WiFi关了 你看多 你就是我跟你说 是不是 现在信号好多了 我现在正处在台风的中心 台风哦 超级特大台风 哦 那个 OK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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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展示了 可以可以了 可以 回来回来回来 不用展示 可以可以 就是你看我们龚军老师 真的是 我跟你说 龚军啊 真的是 非常之棒 就是蹭歪歪 往后都不捨得 用5G网 这不是我的手机 是宣传的手机 哦 也是 那你就说明 你是个好人 替宣传省电话费 棒 行 那那个什么 就是首先呢 也跟大家打招呼嘛 从我们热发开始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 剧里饰演的角色 然后也介绍一下 自己的角色 好不好 嗯 哈喽 我正在顺直播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迪迪热发 我在电视剧 安乐传中 和地紫人 好 下一位 好 来 公俊 大家好 我是公俊 在电视剧 安乐传中 饰演 韩业太子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 刘宇宁呢 在安乐传中 饰演 洛明熙 哎 掌声 哎 我跟鼓力 那所以呢 在这里呢 也首先呢 感谢这个 所有今天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这个安乐传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也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好玩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这个台本里边搜集的问题 有一些比较劲爆啊 劲爆 怎么问题 就有一些问题比较劲爆 我怕聊 就是这样子 我朋友们我先说一下 我今天提问的所有的东西啊 我希望你们二位不要争 不是我 不是我提的 就有 如果有些许的冒犯 有些许的冒犯 各位就是 多多担待 好不好 有些许冒犯就找你了 呃 我们就自家 好了 对 哦可以 然后八十又瘦了 还是说 我跟你说 真正的美女 开美颜 这块就有点 是不是 对我没有看得演 你看看 所以说 女 像我们这个行业里女演员朋友们 真的是 你们在镜头上看 可能是就是正好 但是现实当中老瘦了 啊 当时我跟那个热吧合作的时候 天天来就说 哎 今天早上起来 早起40分钟在家练卷腹呢 非常的卷 啊 非常的自卷啊 对对对对对 在在现场 热吧跟我们说 每次他都是那个开工前先健身的 是的 可拼了 就是为了 你们就是 在同一个镜头的时候 可以显得人小一点 真的是拼了老命 你别闹了 你是最小的 我最大 哈哈哈哈 我那天 我还 那天那个剧刚一上映 我就给龚俊发消息 我说那个什么 我说 我说你 我说我在这个剧里这么丑 当时这么胖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减减肥 哈哈哈哈 你告诉朋友们 你怎么回答的我 我说 因为刚认识啊 我怕说出来 咱们俩关系 就处没了给 就可能从此就恩断义绝了 感觉小伙不懂事 上来告我减肥 行吧 但是希望下次再有合作的时候 如果我胖了 一定要提醒 及时告诉我 那你刘亦宁这不像话了 啊 哈哈 行 那我们就先问热吧 热吧 好不好 那我们也聊聊 就是跟这个安乐专剧情相关的啊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个弟子元当年没有被这个寒假灭门的话 你觉得弟子元就是他最终最终长大之后他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您说 不是当时已经那个就是跟什么皇上的爸爸还是跟谁啊 就说好了要嫁给太子 对 已经就是已经你们有婚约了吗 如果没有面门啊 你们还是就是这个弟子元和这个寒业还是能走到一块 对不对 还是能走到一块 寒业又娶了20多个老婆50多个老婆那样 那也倒不会了啊 这个 这个我相信韩业是一生子爱一个人的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也就等于就是 如果没有面门案 弟子元还是会嫁给韩业是不是 那我们四十几百眼了 这个不能违抗生命不是吗 所以说你只能结婚了 明白明白 当然你我相信弟子元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行吧 那第二个问题啊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因为热霸最近在那个组里拍戏吧 最近是吧 刚杀青 刚刚杀青是吧 那你有没有就关注网友对我们的一些评价 比如说有些网友说 你那个造型有点像 一马奔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也有人说小的时候看猴哥长得看猴姐 这个需要我替你告他吗 是吧没听清 没听见 没听见 你有一点卡卡 你是不是也用WiFi呢 我说需要法律的援助 好的 我们家这块有法务 我一会儿就是看看私底下联系一下这个说你像毕马奔这个朋友看咱们把那个铁散了不能散散 动用法律的保护 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是觉得很好玩这个网友们很有意思还是说你会觉得有一些为什么我这么漂亮的女孩你要说我像毕马奔 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这样的但是我当时演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虽然也从小看西文记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 但是等我后来就是跟这网友他们分析的一些片段啊我们在演的时候尤其是我当那个大理寺的那个那个少卿 大少卿 大理寺 那我就不用自己了我就去参考 直接照毕马温演有可能塑造一个更经典的角色 我看了好多那个动物图好像的那个什么插腰的你俩一扭头的啥超级像 对对对对 行我觉得你这个心态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就第一集出场嘛咱们就是我觉得咱们都是实在人包括工军也好热巴也好我接触比较实在 咱我觉得有些东西啊咱们就是不惧怕去那种恶瓶 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惧怕恶瓶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恶瓶也都不少对吧 所以呢我就是给你打个预防证啊 人说那个第一集出场你你不叫安乐吗 你当时就是那个在那个船上那个栏杆绕一大圈人说那个你是安乐比海盗 你看到那个那个形容了吗 包括是有点像那个大百锤什么的像游乐园那种感觉 我看到了有人说那个像安乐比海盗 加勒比海盗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想到那个特效会是那样子的 所以吧给你惊喜 给你网友们惊喜对不对 对我自己看到 我说我应该表情更加夸张一点 就是大家平时坐那个海盗船的那个表情才对 但是我的表情好淡定就是 这样感觉在荡秋千 不这更显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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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地子源呢 他属于什么呢 他属于就是这个武功高强见过世面 随匪嘛对吧 讲究的在船上天天给他荡友 这都小事啊 偶尔荡一下都不都不算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脑洞还比较大的 当然大家特别喜欢你那个 因为我因为我跟热巴拍戏嘛 我知道他是一个现场记性特别强的一个演员 他很多东西加的一些小感觉都是自己加的 半塔那个 你还记得那个吗 半塔 我记得 你要不要现场给我们 你说 我想说是当时有点什么 有点尴尬 没有没有后果但有点尴尬 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 对很好笑 而且他是一个动作就把人物性格那种 那种东西体现出来了吗 非常的棒 你这个设计绝了 成为你赏面了吗 是不是 好的好的 谢谢陆明西老师 挺好笑的 别闹 别笑老师 那个什么 那个所以你要不要现场来一个 喊一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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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 我给你设个前提 就是 地嘴 网上有网友说你像币马 问我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来不了 怎么搞 怎么办 拼了 你看我俩都疯了 现在已经 龚俊 龚俊在台风 你俩给我来一个 你们俩跟我打个一样 然后我再 我再模仿 那龚俊先来一个吧 来 你说一下 那个前情题要 前提是 有人竟然吐槽 我们第一集 任安乐出场 说他是安乐比海盗 这事 韩顺 你怎么看 谁 这人是刘雨宁吗 扮他 正是在下 怎么了呢 扮他 我俩跟他听的戏 都是演技 我俩现在 你看他给你打样 你来个吧 来 好 来 粉丝说第一场 粉丝说你这个 这个造型的像币马温 乐巴你怎么看 扮他 扮他 可以有气势 可以 谢谢啊 棒 行吧 那下面 问我们韩页两个问题 这个 你都是 我在跟大家说 都是网友提的 不是我弄的 你要问啥 你想问啥 我可吓死了 我可吓死了 真的是 那个 那个 我想问一下 就是 这是你 这个韩页 我相信是你非常喜欢的 一个角色 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这个韩页和你 对 那你觉得这个韩页身上的性格 和你工俊 你觉得 像的地方和不像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像的地方 我觉得自制力都比较强 自制力比较强 是的 然后呢 我觉得不像的地方呢 我觉得他这个 哎呀 他有时候太过于隐忍了 我性格肯定不会这样 我肯定就 你扮他 明白 就是你可能 对 你可能比这个就是更加的 果决一点吧 直接一点 因为他这个这个边膀上的东西太多了 单负 是的 他也不能说 对吧 就只能跟你若鸣西吐槽 就是他 他挺苦的 我不想听 你不想听我来告诉你 行 那你觉得有像的地方是什么呢 像的地方就是那个什么 自制力嘛 不像的地方就可能没有他那么的 你可能比他更那个处理事情更果决一些 对不对 直接一点吧 直接一点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距离寒业 醉酒上述那里很好笑 然后呢 就是喝多了吗 当时那场是吧 那场那场拍 那场我没喝多 他喝多了 他喝的 不是 那你那你这个平时 你觉得你 如果你如果你去评价的话 你觉得寒业的酒量好 还是你公军的酒量好 那肯定是我酒量好呀 你能喝多少来 你能喝多少 我想问问 来你喝多少 你告诉我 他那小子 你看了 你看一壶就倒了 好不好 你呢 一半 一壶半就开始耍酒 他不是按壶喝的吗 他吹瓶他都旋 他都旋 是吧 喜欢以后给你 给你起个名 小旋风好不好 你真能喝 以后在酒桌上管你叫小旋风 过两天咱们见面 我让你旋一个 咱们不是要见吗 是 给你轩一个 轩一个 轩一个好 我等着你 那你一般就是 但这个问题不是我要问的 就有点亏 亏他你隐私了 就是那个什么 你平时日常喝完酒啥样 哭 上树 给你来道菜 蚂蚁上树 我平时喝完酒 喜欢直接往地上一躺 开玩笑 他上树 我一躺 开玩笑 我喝多了 可能就是会发发牢骚 睡觉上 发发牢骚 比如说过两天咱们见 我喝多了 给你发发牢骚 说说睡着了 说说睡着了 睡着倒没事 对对对 睡着了 我又难过呀 但是睡着不要 他别出我身上就可以 这都别的都可以 都是小事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说我们问我们三个人 剧组谁酒量最差 那应该是热吧 是不是 你要说角色的话 那肯定是 安乐是最那个什么的 最能喝的 对对对 安乐是最能喝的 但他装醉 生活中应该是热吧 你瞧不起谁呢 主要是当年没有一见 没喝是吧 拍的 对因为我们当时拍摄的时候 其实比较的 比较的紧张 比较 对因为比较 以及每天戏排的特别满 而且 然后呢 我跟热吧 就是一般都是会去 那个做做 那个脸部啊 收工 是 都是做去那个 做做面部清洁什么的 你看 你看你俩人你说你俩人 真的 周中都很晚啊 去做那个美 我们在美容院碰到 是你看我在剧里那个毛孔那个粗大呀 你俩 那你不出来问我们在哪坐 那你也不问我们在哪坐的 我问了但我没 后来就 我觉得就是破罐的破碎 我因为这场戏子拍完了 无所谓了 行吧 下次希望各位带我去做做SPA什么的啊 行吧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问题就是 我给你们准备的问题 真的是 这么深刻啊 关于寒业呢 为什么一定要取粒子圆这件事 网友非常感兴趣 你能说一下就是 自己的一个理解吗 就是为什么就是寒业 一定要取粒子圆 为什么 因为承诺吧 寒业他首先呢 是一个比较 非常信守承诺的人 他和这个地子园呢 小时候关系这两家也比较好 但是因为这个灭门案之后啊 这个地子园呢 可能就要被这处以急刑 然后呢 寒业啊 为了救下他 然后呢 就给长辈们立了个承诺 要取他 然后才保住了他的命 是这么个原因 所以一定得取是吧 一定得取 不取我们演这次的自己干什么 就是你不用 他也 我相信这个地子园 最终还是得 你们还是得走到一块的 还是得走到一块的 那我说 就有朋友说 这个有朋友说 这个寒业是正直 善良 守诺 那其实大家都说 觉得寒业是一个完美的人 你觉得 是这样的吗 就是一个 他非常完美 我觉得他挺完美的 但是我觉得他太苦了 太苦了 都往心里去 是吧 是的 没错 没错 也没法说 一切竟在不严重 前期其实很多 对 很多事是没有说明白的 而且他默默的做了很多 为这个燃乐地子园 做了很多 他都没法说 对 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 就哇 天哪 真相大白 大家接着追下去 后面就会真相大白 是不是 那一定要大家多支持 这个安乐传啊 今天已经更新了 是吧 今天已经更新了 因为我刚才 对刚才我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准备直播了 也希望朋友们一会儿 要看完直播 还没有看到朋友 一定要去看一看 看过的朋友 再刷一遍 什么 我们安乐传下面 这个什么视频 什么小星星都点一下 给我们热度弄一弄 弄一弄 对不对 说到这个热度了 朋友们真的是 就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说了 我们之前 因为我们之前 一直没有说 真正的跟 我们喜爱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去见面 今天正好有机会 然后我作为主持人 也希望 怎么说呢 给你们提一个 小小的要求 好不好 什么要求 如果这个安乐传 播放热度破万 连续三天的话 你们立一个flag 来奖励这些支持 我们的观众 好不好 立一个flag 好 那龚俊先来吧 你立一个 干啥呀 我看网上说 要我们跳 那个什么舞 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 Queen还是什么舞 我不知道什么 Queen You are my super dancing queen Queen car舞 但我没看过 Queen Queen car Queen car 我的英文不太行 热巴英文好 女王的 谁说的 热巴知不知道 是什么舞 这个是什么舞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私下来说 然后到时候 给大家一个惊喜 因为你现在如果输出来的话 就是就会没有意思 那就这样 先说一个 然后再给一个惊喜 再给一个 先说一个 再给一个惊喜 两个惊喜 两个惊喜 双重惊喜 double double这个 surprise 你看我的英文 你是会给巨方 谋福利的 当然我们 那不然呢 我今天也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代表不了 有幸可能代表 代表我们上海影视 是不是 你想一个 那我想一个吧 如果这个 我们爱乐传的热度 破一万的话 连续三天的话 那我就 专门为爱乐传开一场直播 然后reaction剧情 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拍摄工程中 所有的乐趣 或者是这个 这个镜头怎么拍的 反正跟大家reaction 这个一场 一集 我们的爱乐传 好不好 好玩一点的 嗯 那你想 本来我开始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热巴 不是热巴 那个谁 工具那个什么 工具那个秀腹肌 但是他 我谢谢你啊 总是 我谢谢你 我上次看 我上次不是 我上次 因为什么呢 我最近开始健身了 就是因为前两天 看你光榜视频 看你光榜照片 我开始健身了 你瘦不 你瘦不 我瘦 我当然瘦 我健身的 那你想一个别的 那行 那就是这样 那就我们龚俊和热巴的惊喜 就留到真正破万 连续三天的时候 跟大家歇息 好不好 一定要吓死他们 好不好 一定要惊到他们 一定要惊到他们 刘雨宁受腹肌 好的 哇你没有腹肌 我是 放点歌 咋了 咋了什么 你说 我说 放点歌来缓解尴尬吗 因为这个有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 那个这里边呢 也有我的问题 但没人问我 所以呢 就是这样 什么问题 我来问你 是你俩一人问一个吧 这样显得我们就是那种 非常的 就是 好呀好呀 公主先来问吧 公主先来问 你先告诉我一遍 我再反问你 OK 刘雨宁 你是怎么理解 洛明熙对人安乐的感情 刘雨宁 你是怎么理解 洛明熙对人安乐的感情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呢 我觉得因为这个 洛明熙是从小 守护在这个地子园身边的一个贴身士尾 也算一个家臣 所以呢 他对他的 可能也有一些故事里不能透露的事情 但是剧本里的东西 就是他一定得这一辈子只守这一个人 就是他的 我觉得作为洛明熙来说 这是他活一辈子的一个意义 这份感情就是非常的 对 对本意不能透露的 是的 如果就是就是如果其实怎么说呢 如果不是这么的专一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太行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日报问我 我来问吧 就是你对洛明熙这个人有什么小的设计 还有包括就是他有那个那个接用那个手来接蜡 还有就是对对 还有那个捉那个鱼的那些行为 你是怎么对对对对 你是怎么去看的 这吧这好 给我抛了一个那种就是我 Q的我所谓那种所谓高光的那种戏份 让我去分享一下 自己夸自己一下 其实设计一定是会有的 因为人物嘛 你得其实我觉得 尤其像像我戏份 其实不是特别多嘛 那你怎么样 让观众记住你 其实就要把几场戏立入自己的人物性格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角色 我希望我现在这个角色有一点点的人格缺陷 就比如像韩业 韩业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但是他也会有人格缺陷 就是有一点太隐忍了 他是很隐忍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样才会让观众 如果太过于完美的人 可能观众就觉得哦还好 但是再完美的人他也有人物缺陷 包括心理上的一些缺失 包括他成长环境对他造成的一个 就是一个伤害吧 所以呢可能他有一点小小的小小的自尊约 小小的这种 一点点那个不好的习惯 所以像这种 接纳这个我确实忘了 应该是我们当时 因为剧本上应该写的不是接纳 然后我们当时现场传的一个东西出来 抓鱼那个这个确实 我当时就眼着眼着看到有鱼 我也想说抓一下 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点点心里有点小扭曲 所以就加了这么一个小东西 没想到导演也用了 然后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剧组能让演员稍微就是很很 有一些自己的发挥 有一些自己的发挥 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自己问我自己吧 好不好 说陆明熙作为这个人安乐阵营的人 那又和韩业是好朋友 那这段友情是真心的吗 那日后他们会反目成仇 首先呢 我是地质园这一面的 确实是没毛病 因为我们的夙愿 其实就是要扳倒韩家 否则我 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作为这个角色来说 我永远不能忘了报仇这件事 否则我在京城折服十年 然后呢 这件事它就是个笑话 如果我要是因为安乐说 我们不报仇了 我喜欢上韩业了 咱别报仇了吧 我说好的 我觉得那折服十年那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不可能 所以呢他其实心 对他心里是 其实有的时候他在客观的去观察到 任安乐可能对这个韩业动了情的时候 他就会及时的去提醒一下 告诉他 我们不能忘了报仇 我们这个有八万将士在我们身后呢 对吧 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件事 然后呢 当然在我心里 在陆明星的心里 是非常非常认可韩业这个人的 而且你有三番五次在 在低嘴面面前夸的 这个真的是 行的是正道 特别棒 特别棒的给男孩 所以呢 其实 对 至于对他有情是不是真心的呢 我相信随着大家观看这个剧情 往后走 你就会发现 好不好 那包括 我想问龚俊 那你觉得咱俩就是距离这两个人的感情是 有情是真的吗 真的 有情是真的 我觉得对于对于韩业来说 绝对是真的 也是他 他的台词里面有一段说是金城中 唯一的朋友 可以吐露 真心的人 是的 但是我看有网友评论说 任安乐和骆明西这俩人怎不是东西 我俩就在背后算计你 然后呢 你让我调查任安乐 我还回去跟任安乐说 那个韩业委托我来调查你 就显得我俩是坏人 我觉得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那个行动 县和指命嘛 对吧 有些地方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韩业他本身他也不是一个傻子 只是我们当时追求的利益是共同的 那就相互利用嘛 对吧 我们对 最终的追求的利益是相互的 其实就是相互利用的一个过程嘛 对不对 对 OK 谢谢 好我的问题白色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行 我们往下走 还有一个就是呢 还有一个啥 还有就是剧情里呢 其实有一个 就是我们都有各自的台词嘛 对吧 那比如说像安乐 大家比较记得 当然安乐这个角色有很多经典台词 那大家觉得很好玩的就是那个 半塔 那个是吧 那就眼瞼一眼 还有体现人物性格 那韩业这个角色呢 就是那个荒唐 荒唐 荒唐 你自己都写上了是吗 荒唐 我起来老多了 那这样的我觉得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就是你俩角色互换 干啥 韩业说半塔 然后呢 然乐说 荒唐 没问题 我们刚才都往上了 咱们正常来一下 我说三二一 开始 然后你们你说半塔 然后那个 这话说荒唐 好不好 咱们来 来一个正式 没错 可以 来 三二一 开始 半塔 哎 你没接住戏啊 你没接 你没接住 笑场了 笑场笑场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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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了 我感觉 哦 那 我今天也太荒唐了 对 因为那个什么呢 那个距离还有什么呢 就是那个 啥 人安乐的台词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句是 还不能夸你一句了 知道我错怪了你 错怪你了 你是好 你是个好人 还不能夸你一句了 什么什么什么 还不能夸你一句了 是我错怪你了 你是个好人 对 这是你的台词 这是你的台词 让公主人说 然后呢 你要接什么 你要接一句 荒唐 荒唐也可以 把你想接到 你可以无限用 这是你可以无限用 所以我先说这个 对吧 你说一句 然后我们热巴今天就一句荒唐就可以了 然后热巴接 可以了 说什么都荒唐 只有荒唐 今天词非常少 不用 来 那我先说 还不能夸你一句了 知道我错怪你了 你是个好人 知道我错怪你了 你是个好人 来 三二一 开始 要有表演 要有表演 要有那种 现在 我演谁 你让我演谁 然了 这不是然了 你也然了 来来来 三二一 开始 不能夸你一句了 什么 是我错怪你了 是我错怪你了 是我错怪你 你是个好人 好 再重说一遍 再来一遍 还不能夸你一句了 是我错怪你了 你是个好人 荒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刘雨宜老师 你在看什么 我有点尴尬 不是我在想 我有点尴尬 不尴尬 不尴尬 我在想 我在 打了 我在想 挺好的 你不要总是在 重情重放音乐 好不好 就是要 这种气氛 嘎 就是本来就是 所以你是 你是刚才你是被尬住了 还是怎么着了 我在 我再看 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你们不要太care我 我今天是主持人 我今天得cue一下流程 要不咱们可能 就乱成一国走蕾 行吧 那我那个还有 那就让热巴来 热巴说完了话 他今天给的台本比较的 那个短 我怕撑不了一个小时 撑不了一个小时 没事 我们可以说点别的 我们可以烙 可以 那就先把我这个说了 我这个说了 就是 我有个任务 就是用东北话 说陆明星的台词 我就说两个吧 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 经典的就是 叫我洛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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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不 那这样 我用东北话说台词 你们俩 学一遍 可以吗 看你们谁能 大语 可以 纵使他年龄增长 思想八够 模样与你我记忆中不同了 他的眼神也不会变 太长了 对不起 我找一个短的 sorry 是我不懂事了 没事 也可以啊 那个什么 我再来一个 若太子殿下如此嫌弃他 那不如把他让给我 若太子殿下如此嫌弃他 那不如把他让给我 没有什么方言呢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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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就很难把 有一点 但不多 能不能让他要去 你就可以能好一点把握住 但现在你们觉得好难 这又 又刚才太难了 你们又觉得这个有点 太难了 我现在简单了 你又说不够 最后这个主持人 可以 那我再选一句 好 我敢教你紫园 还是叫你安乐 我敢教你紫园 还是叫你安乐 这是 你是河南的 你说 我都美的 你说河南话 你是 来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戴个耳机 戴个耳机 他们说我这声音有点小 戴个耳机 戴耳机 可以了吗 可以 非常清晰 绝了 这 这共鸣 太好听了 算了 我来吧 不要了 来 说哪句话来着 对不起 我敢教你紫园 还是叫你安乐 我敢教你紫园 还是叫你安乐 以为水羊味有点 挺好的安乐 水羊味 挺好挺好 小味可以 你看又到动情的时候 音乐又来了 是不是 要不热巴来一个 热巴来一个 我刚来了呀 哦我刚戴耳机对不起 你错过了这个 你错过了比你这个百灵鸟 还有好听的声音 我谢谢你 你错过了 我刚才听到了 我刚才听到了 我这个 回这儿 我待会儿回去看回放 好的好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 就是玩几个小游戏吧 好不好 什么游戏 玩几个游戏啊 比如说这个 就是大家都玩过吗 我相信都玩过 就是安乐传里有什么 咱们就玩一轮 谁输了 他也没写什么惩罚 要干什么 他也没写惩罚 这样 你说说 谁输了 谁就 谁输了谁就拿出一份 就是自己 选了一个小礼物 然后给我们这个安乐传的官博 然后让他抽奖 送给粉丝 好不好 可以 就没个小小的礼物 好不好 好的 行 那就你们会玩吧 我会 我会 会玩 会玩 那我们要拍手 什么时候说 什么时候说 就这个节奏啊 动动动 OK 安乐传里有什么 好不好 就这个节奏 从谁开始 那从我们 热巴开始吧 热巴你 热巴完事 然后我 好不好 来 好 你起 安乐传里有什么 安乐传里有安乐 等他玩 这个点没卡 上你需要一个解拍器的 打打打打打 给你想一下 是 还有一些 解拍器 OK OK 我问我的问题 我作为DK是我的毛病 我这个有延迟 我这台风太大了 有延迟 找一个 我找一个 要不 可以 这可以 等会我找个伴奏 安乐传里有什么 等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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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个伴奏 试试行不行 我试试行不行 马上等我一下 太突然了 主要刘雨 你还不说吗 算了 没事 没事 我们直接开手 好不好 就这样 有点没手 我们简化一点 OK 我们简化一点 就是这个 安乐传里有什么 人安乐 对 韩列 乐鸣 就这种 咱们直接快接 谁要是掉点了 谁就直接就输了 不好 好 没问题 来 安乐传里有什么 安乐传里有 安乐 安乐传里有 韩燕 安乐传里有 洛明熙 安乐传里有 林香楼 安乐传里 马车 安乐传里有 三脉水师 安乐传里有 安乐传 安乐传里有 荒唐哥 安乐传里有 啊 太紧了 好了 好的 你输了 你输了 行 给我 我怕我 给我 我怕我的 我的 热了 你给我喝 我这 有些空调有问题 风太大了 万年谁 不知道 风太热 外面又有台风 里面 真的 我今天空调有问题 很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真的 水深火热吗 没有热 没事我们继续 还继续 哦那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那就 哎 我也想到安乐传里 还有啥了 嗯 那我们换一个 好不好 嗯 好 我啥 你dj啊 你不能卡 嗯 嗯 哈哈哈 我不我不太敢 没事没事 我想 不太行 算了吧 嗯 不能 说那 咱就玩一个那个 果园里面有什么 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水果 水果 啊 没没问题 我们最起码要播出两个人嘛 对吧 我刚一个人送我一会儿干 好吧 来 万一你又输了呢 我输了 我输了给你俩发费信 花二百块钱从你们那买 买礼物送给本子 可以可以 行那再来一下 果园里边有什么 因为我输了从我开始 果园里边有什么 苹果 果园里边有香蕉 果园里面有荔枝 果园里面有霓虹桃 果园里面有西瓜 果园里面有葡萄 果园里边有山竹 果园里面有桃子 果园里面有榴莲 果园里面有哈密瓜 果园里面有 有 有 有梨子 有梨 有车梨子 那个这样 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 再说这个车梨子 这一轮输了 这一轮是输了 那就也麻烦我们热吧 准备一份礼物 然后送给 给我们关博 然后当时抽个奖 送给这些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我的天哪 大家可以到时候 看回放的时候 算一下 洛民宿到底叹了几口气 不是 不是 因为那个什么 没有 是我这面 因为我这面网 有点没问题 这边的孩子 太难打了 各位没关系 我们这个直播节奏 全靠你了 没事 我可以的 还有一个游戏叫做 这个我有你没有 你们玩过吗 可以啊 我已经想少了 你果然酒量不错 你果然 你仨都会玩 你是 热吧会玩吗 我有你没有 会玩 比如说我会做饭 然后你要是会做 你就不用放下手指头 会玩 OK啊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比我们懂 咱们就开始吧 好不好 开始先把五个手指头伸出来 那从热吧开始 什么你有我们没有的 好 如果我俩都有的话 你要放一个手指头 谁俩都有 谁俩都有的话 你就要放一个 我们也都有了 你就放 懂这个游戏 好 我会做饭 那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那我也会 所以热吧放一个 放下了 你是故意就是 就是让广大的网友知道我们两个男人会做饭 对不对 不是 我们后面上天的时候有录一PK 然后他们问我说 就是大家做那个叫啥月饼 然后说谁最会做 谁最不会做 然后我选择最会做的人就是我 然后第二是龚俊 第三是刘雨宁 然后他们说你知道刘雨宁以前是 逐心啊别人 各位朋友们 我毕业于丹东烹饪二级笑 但不知道龚俊会做饭 所以我会做饭 我会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因为我很抱歉各位 就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做饭的原因是因为 我 就是在剧组整体没有给他们那个什么 给他们做过一次饭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你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说是你的问题 没说我的问题 OK那工具人到你了 我跟周杰伦合唱过 那你说哪种合唱 我现在在这个直播间放一首周杰伦老师的歌 我马上跟他合唱 你得加个现场 你得加个现场 那我肯定没有 那我就放一个了 你合唱过是吧 对 我没有啊 你没有你得放一个 咱俩都没有嘛 我发过专辑 我如果发过单曲算不算 不算呢不算 发单曲我们热霸也发过 我跳过独舞 跳过独舞 嗯哼 那我们现在跳过 我在舞台上跳过独舞 啊 我在舞台上跳过独舞 行吧 那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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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一下 你不是 你把那个手指头拿起来一个 因为你说完不用放下 对 那我做饭了 我也不用放下来的 对呀 对呀 你只有输了一个 跟周杰伦合唱和专辑嘛 对吧 你输了两个 对输了两个 好 嗯 然后跟你了 是吧 对吧 到你了 热霸完了你 嗯 我 我 我在树上喝过酒 可以吗 那我也喝过呀 那我没喝过 我只在房顶喝过 上树这玩意儿 就是因为毕竟 那可不 我还没有 是吧 我想一个 你俩都没有呢 别一个大的 别一个大的 我看你朋友们 吓死你们真的是 我开过演唱会 哇去 你这太 没意思吧 这就是属于 太没意思了 我换一个 换一个 又上来了 我换一个 我眼睛小 你俩眼睛不小吧 你俩眼睛不小吧 上升到这个地步吗 可以 可以 想我们 我们输了 是吧 对 对 里面可以想到更绝的 可以 那我们怎么着 掰一根石头 对 掰一根 要吧剩一根了 啊 你就剩一根了 是的 该谁了 热吧 该我了 想一个狠的 你想来个狠的 来一个狠的 不会说唯语 唯语 教我们一句呗 现在我们教我们一句吧 阿达萨亚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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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呀 朋友们你们好吗 朋友们你们好吗 阿达萨亚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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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懂 所以我们俩输了 还有一个 你发现我都没听懂 对 你还有一次机会 看能不能就是这下给我 就是这样子 我俩都输了 给你这样子 你说一个吗 我跟李荣浩一起划过船 你这个我觉得不太行 这样子有点太那个 因为我还跟我妈逛过街 你跟我妈肯定没逛过 是的意思吧 我跟我妈 我跟她去过市场买菜 你跟我妈肯定没去过 这太私人了 这个不太行 直接咱全体 我跟我老那个什么 一块这个这个这个 做过饭什么的 我哥儿我哥我儿一吃过 吃过饭什么都不行 这个你这坏了 你这太私人了 这个那我说 哎呦我天呐 给我整的汗都出来了 我想你想一想 好不好 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朋友们 我们这个 安乐在热度已经过外了 朋友们 哇好家伙 谢谢谢谢 谢谢所有的这个 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还有观看我们 观看我们 阿乐传的朋友们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也许三天我们就要 那个实现我们的 flag了好不好 承蒙大家厚爱 承蒙大家厚爱 嗯 也希望大家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 非常好看的一部剧 阿乐传宣传给身边的朋友 然后呢 也多多帮我们安利 好不好 安利一下 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恭喜 啊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 这两天 你说说这两天 真是眼睛在背 马上你就要献出你的惊喜了 这里的石头又起来了 不是吗 哇 那你的你的你的惊喜 你还还没想好呢 你今晚就是 嗯 今晚赶紧想 好好想一想 哦天呐 不是刚才立了flag吗 queen king 什么 那个什么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你把能把英文都说出 一股东北玩 of course 魅力 I'm come from I'm 东北 行 那就来吧 好到你了 最后咱们把这个 小游戏环节 结束 那我 那我 那我跟任安乐 牵过手 那就只有他输了 就他输了呗 就让他输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小时候牵过算吗 小时候牵过 有那场戏吗 嗯 没有啊 没有啊 小时候 你朋友们 你这样 你朋友们 你们想一下 你说小时候 就是任安乐 跟陆明西 还有海叶 他们仨一玩 你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偶尔牵一下 就是小朋友 我要这么说 那应该是有可能 有人说下马车的时候牵过 哎哎哎哎 我去 那不是我输了 没错 哎呀 那不是我输了 那不然呢 给自己吧 下马车牵过 因为你是回 那什么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 我建议下马车牵过 牵过 而且他牵过我的呢 从甲山后面 给我拉出来吗 当时 对对 你们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我们俩要跳舞 不要再打了 那这样 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 一个结局 因为刚才我输了一把 然后热巴输了一把 那这样 龚俊也准备一个 这个小小的礼物 然后给到我们 这个安乐传 剧的微博 然后抽奖送给 喜欢我们的 这些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 没问题 谢谢各位 哇好开心 终于这个过万了 也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 这部剧 好好来 谢谢大家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我作为主持人呢 我就代表我们这 剧组所有的演员呢 也感谢一下我们 这个优酷平台 包括我们上海影视 然后呢 也感谢所有我们 跟我们一起完成 这个部剧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这个 成岛 离岛 苏岛 还有马岛 然后我们一块 经历了这一切 然后最终呈现了 一个作品给 奉给大家 然后呢 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 非常用心的一个作品 谢谢大家 OK那这样 最后呢 我们再说那个什么吧 说一个 就是给大家安利 这部安乐传的一番话 好不好 这样 那就我先说吧 好不好 然后最后 热巴最后说 我先说 那首先呢 我觉得 安乐传呢 是一部 非常养眼的 这个 一部剧 当然除了我 这一块 两位 就我们剧里 所有的演员都 非常的养眼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 在没事的时候 茶余饭后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收看 我们的安乐传 因为后面有很多 更加精彩 更加让你 私心 比较虐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也 一定要 继续关注我们 安乐传 好不好 谢谢各位的收看 来 干我啊 这个是到现在 居然还有人 没看安乐传吗 真是荒唐 不可能 对 我们真的 我们到后面 真的很好看 太好看 我们宣传都哭了 他们去看过去 宣传都哭了 虽然我没看 越到后面 越精彩 这个剧情 才刚刚开始 大家多多期待 谢谢大家 不是这样的 我宣传 我宣传也哭了 我宣传也哭了 是的 我宣传看完之后 跟我说 我的妈呀 后面好好哭 所以朋友们 后面老好看 真的 好好看 太好看 这样你们的宣传 都哭了 我的宣传也哭了 也哭了 我看谁看到 后面不哭 我就半趟 对 半趟 还能不哭 简直荒唐 真的是 怎么 大家现在 目前为止 看到的剧情 其实都很轻松 然后都有很多 很好玩的一些部分 当然我们其实 我们演员在拍的时候 其实可能 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跟我们自己去看 就等 等这个剧播出来 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居然当时我是这么演的 真的很好 我们自己去看 都觉得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 应该也多多少少 给观众朋友们 带来一些新鲜感 一些小的惊喜 因为我们三个人 以前也都拍过 别的类型的剧 那么在《阿乐传》里面 我们的表演的方法也好 或者说是 给大家呈现的 这个整个角色 可能会跟我们以往的角色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再往后看下去 应该也会看到 更多颠覆前面的一些剧情 那这次主要 感谢我做歌太奖了 我们这种菜还没上呢 天 所以 没错 所以主要前面 你们只要看进去了 你后面你会觉得 我的天哪 行 那也 辛苦我们龚俊 还有热巴 我们两位 这个非常损玩 啥 两位 什么玩 什么玩 我没看懂 等会儿 哦 是这样的 我给我再给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因为那个什么 因为刚才优酷过来了 因为他说 那个哥今天两场 今天那个直播辛苦了 然后呢 刚才就是 打算给我们 就是 不是 别怕 就是意思 就是刚才说什么呢 说这个我们 我们三个人直播比较辛苦 所以一会儿给我转 优酷这一块 给我转800块钱 咱们回头哪天 在一块儿给这 这堆钱花了 咱们吃火锅 可以 800够吃料 800吃料 咱们吃那个旋转火锅 因为你 旋转火锅 旋转火锅 旋转寿司 说错了 不不不 我觉得咱们应该吃火锅 来庆祝安乐转播的 红红火火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的天哪 你手机都打掉了 你有多激动 你听到吃火锅 就是这个钱 我可以先替二美拿的 因为你就是先 嗯好的 他说我去节奏 公费啊 公费到自己自觉 去结个账就行了 行行行 行 那也感谢两位老师 百忙之中抽空来这个 呃怎么说呢 来来做这场直播 然后给大家分享 自己的角色 然后给大家快快乐乐的 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也再次感谢所有 今天来看我们直播的 这些朋友们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安乐转 多多关注安乐转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 在一块儿跟大家玩 好不好 那给大家这个拜拜喽 谢谢 还有三分钟哎 还有三分钟啊 咱们讲究的就是性价比 刘宇宁老师刘汉 没有 没有是这样的 我们分享一下吧 我们最后再聊两句吧 好不好 我因为我怕你们一会儿有工作 因为你们都是 嗯 哈哈哈哈 谁是 没有工作 我跟你讲 我可不怕 这么大晚上 你不经常 你跟我说 光队老师刚杀青 你也不刚杀青吗 我今天凌晨刚杀青 我也刚杀青 我也刚杀青 你也敢上 阿乐队宣传这个时候 这不敢上 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这个 咱仨这个档期 我觉得都是刚杀青 我觉得下个组 是不是咱也有可能一块儿进呢 哈哈哈 安排一下油库老师 安排一下油库老师 下个组我们一块儿进啊 哈哈哈 行了 那我们就再聊两句吧 你刚刚热巴不提到了吗 还有三分钟 现在剩一分钟了 这样我们一人 就是讲一下 跟两位老师合作的一个感受吧 好不好 我讲一下吧 我先讲一下吧 嗯 蛋挞 这个 那个我首先 我首先呢 就是因为我也觉得 先说龚俊吧 因为我跟他呢 就是 之前也算间接的合作过 哈哈 你们找间接的合作过 间接的合作 所以这次合作也挺开心的 然后呢 现场呢 就是我觉得也挺 因为我俩就是 一演完 我俩就基本就坐在现场 他能个小板凳 我能个小板凳 我俩就没事就聊聊天 然后呢 也挺开心的 这部戏 怎么说呢 拍的也非常的顺 然后呢 我觉得都 就是很顺利嘛 对吧 然后也通过这部戏 能够交到一个好朋友 然后没事 还可以一块儿聊聊 挺好的 非常开心 那跟热巴呢 我属于就是二大了 差点三大 但是这个则是一个二大 然后其实 有那么一些熟悉度了 然后呢 包括我也非常感谢热巴 就是他 现场就是有一些 我演的不太舒服的地方 他会及时的跟我说 你还记得吗 因为我 我拍第三天的时候 我拍第三天的时候 有一场戏是 我们三个人喝酒 然后呢 我演完一遍之后 热巴就过来跟我说 这个是你设计的吗 我说 是啊 他说这个好像不太舒服 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的确不太舒服 然后后来就有所改动嘛 包括一些剧本上的 一些人物的这个东西 他都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但具体是什么建议 没有没有没有 他会有看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能够跟我分享 他作为演员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也愿意去 就是你知道吗 他很难得 就很真诚的会告诉你一些 他觉得不太舒服的东西 然后他希望你更好 他绝对没有那种 像说教的那种 他只是当做朋友来跟你分享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非常开心 龚俊说两句吧 那我就说两句 首先咱们这个组 其实真的拍的很顺利 大家也都在现场都很开心 然后跟热巴合作 就一开始 我知道要接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 不然的 可是热巴 谁不开心 热巴 唱边炮都得拿都得 我就让我唱热搜包 然后 但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 合作下来也很舒服 然后就说 由于您刚才说的那些 就咱们走戏的时候 有一些不舒服的点 这个热巴也会跟我们商量 我们聊一聊 然后把这个戏做到完美 然后我们在片场 也会分享一些好吃的 热巴给我带了 新疆的特产 我俩 有啥好吃的 什么粉 什么新疆粉 炒粉 我们经常分享 wait a moment wait a moment 我为什么没吃到 新疆炒粉 你没吃 可能那天没有你的戏 OK 明白 就把这个环节 你就当没有听到 你就当没听 然后呢 我们这样很开心 大家从花絮也能看得出来 对对对 我们还有很多好好玩的这些戏 或者一些虐的一些情节 大家接着追下去 还有我说一下宇宁 也给你宇宁 叫我宇宁 太搞笑了 我们在现场非常欢乐 我们仨再凑一块 就可以差个人 打一种麻将了 差点 三个人斗地组 也是可以的 斗地组 挺好笑的 宇宁特别大大咧咧 而且现场会活跃气氛 我们现场就很欢乐 很开心 在私底下来也是很好的朋友 对 好 让各妈说吧 快夸夸我们两个 快夸夸我们两个 我跟龚俊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和刘宇宁是第二次合作 第一次是带长歌行 但是我们俩是没有特别多对手戏的 好像也就 我跑他追 是的 不对是我跑他要杀 是 追杀你吗 追杀一部戏吗 对 对 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惊喜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遇到一个好的对手 并且能够跟你一起去沟通这个戏的对手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就是一部戏是要靠大家的 然后需要有对手戏的演员一起打配合 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你更好的去演出 没错 个人的状态 所以说我跟二位合作的非常的开心 然后还有一件事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一场戏 那您说 他们两个人都背叛了我 是在那个 我明明说咱们一起碰杯吧 就撒出去 但是他们演的时候都很 都很安静 因为那个酒杯就是大家都轻轻的一碰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哐的一下 你看看 当时我们说好了是要狠狠弄一下 就在酒楼那场戏 对酒楼我们说好 所以咱们就潇洒还点一块碰 结果后来好像是我俩给忘了 对你们其他人忘了 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人碰完 然后全部撒在空间之下 我就特别抱歉 他说我是渣渣 你们先偷瞧 因为那会我们大家才一起拍没多久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场戏之后 大家就熟悉起来了 然后就可以开着玩笑的去把一场戏 演好 那当然除了两位主演以外 还有其他的小的演员们 也是上戏的学生 我觉得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好 没错 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都互相打配和 一个非常其乐融融的一个氛围 下才会创作出安乐传这部作品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因为今天破万了嘛 对连续三天破万 我们的这个诺言才可以兑现 所以你们懂我的意思的 是的 好吧 那也谢谢 那我们今天到了就这样吧 拜拜 哎你就怕说说多 结果又说错 一会儿又上热搜了是吧 哈哈 哈哈哈 弄两个热搜宣传剧 挺好的啊 行 那也感谢科文们 早点休息 也辛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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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美的ending 这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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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关啊 这个 你下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